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南北部各省市抓紧推进台风载后恢复重建工作 各位观众晚上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近日越南节目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7月31日上午 国家主席中央司法改革指导委员会主任苏林 主持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 评估近期工作情况和成果 同时商定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 国家主席苏林强调司法改革是越共中央革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后要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进行发展 建设和完善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深度融入国际社会 苏林主席要求中央内政部和中央办公厅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尽快将中央司法机构改革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和运作提案提交政治局审议 中央内政部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制定 从现在到任期结束时的司法改革核心工作方案 因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的邀请 当地时间7月30日晚上 政府总理范明正已行 已抵达首都新德里 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 范明正总理此访 旨在重申了越南重视与印度的传统友好 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贯政策 此次访问有助于巩固 越印政治互信 深化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推动越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走深走实 这同时也是两国就地区和世界 安全战略问题交换的意见 重申在共同关心的多边框架内的 互相支持等的良好机会 7月31日 政府总理范明正出席了越南印度企业论坛 范明正总理认为 越印双边竞技合作 为与其潜力相称 建议印方协助推动两国企业之间的投资对接 为越南企业在印度扩大投资范围和加大商品出口力度 创造便利 努力实现双边贸易额达200亿美元的目标 范明正总理强调 越南政府一直鼓励印度企业扩大对越南高科技 电子 人工智能 新能源 半导体 药品等领域的投资范围 论坛上 两国企业相互交换了 设计航空 旅游 文化和药品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今年前7个月 越南货物金出口总额预计近440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以上 包括纺织品 鞋类 木制家具在内的加工工业品 同期均增长良好 占出口结构的88% 助推越南商品贸易顺差达140亿美元 三季度是纺织品服装出口旺季 该企业每天向美国 欧洲和日本出口6至7个集装箱 7月份出口成交额也同比增长8% 预计第三季度将增长10% 企业表示 这些积极信号得益于生产要素 从其他国家转移到越南的趋势 近年来 越南与外国签署了许多自由贸易协定 最近 自贸协定生效 政治稳定 以及越南工人的技能不断提高 成为吸引许多世界大型客户关注的因素 整个行业都在增长 但行业内的企业增长不均衡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服装行业 也存在于水产行业 有的企业在过去7个月里出口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但也有企业没有增长 或者出现负增长 有的企业没有及时调整策略 比如冷冻巴鲨鱼片在中国市场销售不乐观 但巴鲨鱼副产品在中国的潜力就很大 企业需要把握市场信息 国家管理机构也做出了努力 帮助企业排除困难 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企业提供扩大市场的机会 争取自贸协定带来的优势 我们即将签署两个新的自贸协定 除了出口增长良好 过去7个月的进口也呈现高增长势头 其中进口原材料和生产经营机械 占总进口额的近94% 同比增长18.5% 这被认为是越南保持较高贸易顺差幅度的积极信号 越南航海局的消息显示 今年上半年有超过5万艘船舶出入越南各海港 值得注意的是 入境船只数量3500多艘增加了18% 船舶数量的增长对应于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货物吞吐量超过了4.26亿吨 增长了18% 航运货物量近3亿吨 内核运输货物量超过了1.3亿吨 国际邮轮市场也呈现了增长势头 游客人数超过了430万人次 近年来中国对越南投资呈现强劲增长趋势 2023年就注册资本而言 中国在越南外商投资者排行榜中排名第四 值得注意的是 在越的中资企业规模日益庞大 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 这被视为越南企业 深入渗透全球供应链的好机会 这家企业十多年来 一直向欧美企业供应零配件 目前正在向中国合作伙伴拓展 企业代表表示 虽然目前供应给中国合作伙伴的产品 仅占企业总产品的10%左右 但随着当前中国FBI资本流入越南的强劲发展趋势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一比例将迅速增加 中国凭借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商业和供应网络 为越南企业提供了扩大市场的机会 甚至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来满足中国的供应链 也带来很多机会 越南配套工业协会代表表示 来自中国的新一波投资将为越南配套企业 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供应链带来很多机会 而越南第一大优势就是已与许多国家和地区 签署一系列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 当包括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来到越南 他们都希望与越南企业合作 以便更加顺利地生产产品并供应给国际市场 例如美国要求外国企业向美国出口的产品 必须满足本地化率至少达30%这一条件才行 这个30%的本土化率对于越南企业来说 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更多的希望是 我所有的领域间采购 不从中国进口 全部都是在越南的本地化 因为只有在周边生产的情况下 才能够保持第一个 我们生产的这个时效性 第二个产品的这个品质 然而想要及时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 越南企业需要发展强大 并且不能缺少国家的支持 越南必须有大型企业 与外国投资者携手分享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 因此 越南大企业的发展需要更现代化 更规范 更宏观的法律框架 今年前六个月 在对越投资的国家地区中 中国新投资项目数量位居第一 占29.7% 中国投资者仍在加速对越南投资 为越南企业带来更多融入国际的机会 近几年来北宁省一直在吸引外资方面积深全国闲实 近年上半年北宁省引进外资位居全国榜首 注资资金总额达25.8亿美元 成功性大型企业本来就不容易 而留住这些老鹰更是需要注入很大的努力 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 显得揣不过气来的背景下 北宁省仍证明其对长期吸引老鹰驻潮的能力 这家寒子公司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北宁运营 目前雇佣了2000多名员工 现有的优质人力资源 是该企业决定在北宁进行长期投资的先决条件 我们的员工大多是本地人 而且都是技术能力强的人力队伍 此外他们还具备快速学习 吸收知识的能力 所以不仅在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好 全省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其他领域企业的需求 北宁省不仅注重人力资源培训 还优先发展高科技和半导体产业的土地基金 安丰2C工业区被认为是越南半导体行业的新焦点 安靠科技集团全球最大工厂在此落成 也在安丰2C工业区 中野越南公司的工厂初期规模为8公顷 总资本为1亿美元 是北宁省下一个半导体龙头 有完善的一个基础设施 之后还有就是配套的产业链供应 那这边有很多的一个国际大厂 如哥安 三星 之后富士康 那这样会使我们整个产业链 会得到更完善的一个配套 那这样是就是吸引我们来 北宁投资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意愿 为了保持吸引外资前市民的位置 当世界上许多大企业选择北宁投资时 该省出台了许多政策机制来留住投资者 并建立长期信任 北宁省加强行政程序改革 建立交通 电力 供水等技术基础设施的条件 在人力资源方面也做好了准备 欢迎投资者来北宁省投资 此外 我们还创新招商引资行事 按照全省要求与投资者联系对接 今年前六个月 北宁省工业园区企业 已缴纳预算超过6.5万亿月顿 为2024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8.06%做出贡献 从而带动2024年前六个月同比增长2.32% 这一积极迹象有助于北宁省经济实现全年正增长 继续报道新闻 各位观众 广陵省夏龙市29日晚发生了一起煤矿坍塌事故 扎成5名矿工死亡 获悉后 政府副总理陈刘光已前往事发现场 进行实地口查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这些矿工收雇于越南煤炭与矿产工业集团旗下的一家煤炭公司 29日晚在进行地下作业时 因煤矿突然坍塌而被埋 搜救工作于30日凌晨结束 遇难者身份已确认并交给了其家属 目前每名遇难矿工家属获得三亿月顿的幼腹金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今年4月份 广陵省锦浦市曾经发生了一起矿难 造成四人死亡 七人受伤 受台风的影响 北建 莱州 电边 太原等北部省份 出现强降雨并造成了损失 各省市职能机构抓紧推进台风载后 恢复重建工作 北建省发生山体伐坡 造成两人重伤 截至今天早上 北建省已有15栋房屋受到影响 超过22公顷的玉米 水稻和农作物被洪水淹没 特别是新级市县广州乡那凉村 以及囚江下游地区被隔离 大雨还导致来州省部分国道 如4D 4H 12号国道以及部分省道 出现山体滑坡 造成当地交通拥堵 滑坡总体积估计约为3500立方米 目前 有关部门已安排设备 致力于今天下午开通交通 未来几天 仍有可能发生山洪 陡坡山体滑坡和低洼地区洪水 驾车经过该地区的车辆驾驶员应注意 江河沿岸 低洼地区群众 要积极做好防洪抗洪工作 在电边省 客服自然灾害和滑坡地区群众搬迁工作 正在紧急开展 今天 当局继续搜寻三名失踪人员 并确保12号国道的交通畅通 电边省还在说服和支持盲泛村 回客村等20多户家庭搬迁到安全地区 在太原省 国道发生堵塞 此外 经过新阳乡的胡志明路线 也被洪水淹没 车辆无法行驶 该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处于孤立状态 在等待有关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期间 车辆暂时转向其他方向以确保安全 今天上午 省领导和有关部门 机构检查防风防洪和客服自然灾害后果工作 二号台风引起持续一周的洪水 改革内势造成近950亿月顿的损失 除了农作物的损失外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 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 在洪水最严重的张美和国威两线 仍有一千多户家庭 尚未搬迁到安全地方 一周来 软石创一家人没有搬迁 而仍留在洪水泛滥地区生活 这两桶雨水是他家日常活动的清洁用处 为了保证用水的卫生安全防止疾病爆发 香吉卫生队将这些清洗液包分发给美户家庭 我们家里有老人 财产又多 怎么能走呢 现在只能留下来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确保用水的卫生 这几天 我们一直在给美家美户分发一袋袋绿化物溶液 用于清洁生活用水和除幼虫 近15年来 洪水已四次漫过幼培堤坝了 导致张美和国威两线许多乡镇发生洪水 这个堤坝地区的人民也逐渐习惯了在洪水条件下的艰苦生活 许多人不愿意搬迁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当地的情况十分困难 因为洪水已经持续了进一中 我们仍然缺乏物资 特别是清洁水 需要市政府和捐助者的支持 最近洪水和极端降雨的频率增加得非常快 而且比现在更加严重 市委 任委会已经制定了全面的战略 疏通从这里到河南省的路线 从而和两岸的违法行为将被处理 目前已有700户家庭搬到亲属家赞助 这户家庭是其中一个 他们仍然选择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而不是财产 家务管理现在只依靠家里的监控摄像头 平丁省归人士任海乡的夜晚 人民和游客可以亲眼目睹海龟产卵的场景 为了获得如此有趣的画面 海龟保护和救助队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及时处理各种突发情况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任海乡 了解一下这里人民如何给海龟借产吧 夜幕降临 任海乡水产资源保护小组的阮先生 又出海保护上岸产卵的海龟 认真检查每一窝海龟蛋 凡是有可能被涨潮冲入大海的海龟蛋 都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今天他还救助无法自行孵化的小海龟蛋 蛋潮靠近水边容易被涨潮冲走 我就会将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至于这个蛋潮离水边较远 不用转移 让它们自然生长 2021年至今 贵人士任海乡 发现许多属于贫微物种的绿海龟上岸产卵 从4月至今 任海乡水生资源保护小组 已记录两只绿海龟上岸产卵五次 产卵超过500枚 已有二窝蛋潮孵化出104只小海龟 获得保护小组带回大海 其余三窝蛋潮正在接受密切监察 海龟不断上岸产卵 诞生了数百只小海龟 这都是由于当地人民齐心协力保护环境 保护海龟的结果 环境优美 所以海龟回来了 现在游客经常在海边遇到海龟 产卵的很多 今年共发现四国海龟蛋潮 作为保护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将继续严格保护海龟潮 将海龟释放到海洋中 目前 人海乡正在努力保护产卵的海龟 以增加孵化并带回大海的小海龟数量 此外 平定省还开发海龟繁殖地 制定保护水生资源 珊瑚礁 海龟 海洋生态 并与12公勤海岸线的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项目 该省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推出参观海龟筑巢地的项目 下面来看旅游新闻 全球旅游规划和预定平台 茂图英 刚发布兰林二四年全球25种 最有趣的乘船体验榜单 其中越南有两项活动 及身该榜单 在榜单中 广南省霍岸市 景清叶子林的船体验排名了第19位 据茂图英如果来到惠安古镇旅游 游客可以乘坐 脾骑船游览景清叶子林 欣赏水香韵味美景 游客可以一边尽情享受 奔奔叶林的新鲜空气 一边聆听导游讲述该地区的历史故事 此外在2024年全球25种 最有趣的乘船体验榜单中 乘船参观南下湾和下龙湾的体验活动 排名第三 战坡塔是赴宁生省游客 熟悉不过的遗迹 但最近已焕发了新活力 因为来到这里的游客 可以欣赏战族人充满文化特色的乐器和服装 以及精彩的表演活动 战坡塔不仅是需要保护的遗迹 更是汇聚战族人生活体系的质地 虽然停留在宁顺省的时间不多 但大部分游客都不能错过战坡塔 这是破隆加莱塔塔 一座国家特别遗迹 这座塔于十三 十四世纪建成 并成为至今在宁顺省 得到完好保存的战塔之一 不过最受游客欢迎的因素 还包括战族人的生活气息 战族人经常聚集在此地 并举办信仰活动 这是战族一个传统的祭祀仪式 文化信仰是少数民族的习俗 我能通过这次旅游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 导游是一名战族人 通过有趣的故事 他带游客穿越旧时光 在战塔下 人们正在欣赏充满战族文化特色的表演活动 从服装到贡品或祈祷 一切对游客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 阮女士来到这里时 就决定穿上这身衣服 真正融入了战族村的生活 来到这里 我就想体验战族人的节日 和欣赏当地文化特色 今年夏季 每天破龙加莱塔迎接游客量八百到一千人次 当地人民为此感到惊讶 这座塔至今都得到完好的保留 在这里占族人数较多 大家经常举办祭祀仪式等信仰活动 使之成为对游客充满吸引力的目的地 不仅作为获得保护的遗迹 这已成为战族人生活的文化空间 再让遗迹吸引游客之余 也是使之得到保护的有效方式 最高请看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请登陆网站 微记微购.vn 或者下载日期APP微记微购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